據重慶官方通報,昨日行午3時30分左右 奉捷縣洪土客運公司一輛中型汽車正在公平鎮之洪土鄉路段行駛時 一塊大石松30米高的高山滾下擊中車尾部分 導致車上6名乘客離爛、9名乘客受慶傷 有網上流傳影片顯示,事發時多塊大石松山上滾下 直接擊中行駛中的汽車 還有影片顯示該部汽車的車頂被石塊染活 大陸極目新聞報導,一名當地居民表示 事發前正下著大雨,他的朋友在事發時 重返方向的道路駛利,目睹了事發時的全部過程 影片正由朋友的行車紀錄儀所拍攝 一位參與救援的村民對《新京報》表示 他有一個親戚在小市車輛上大腿骨折 當地有居民開吊車及刮島機協助救援 大家一起救出14、5人 進入6月份,大陸多地遭遇暴雨、大風、冰雹等極端天氣 目前持續強降雨已經引發山洪暴發、城鄉水浸等情況 昨日據中央氣象台消息,至27日夜間以來 四川東部、重慶中北部、河南南部、湖北西部、 安徽北部、山東中東部等地區累計光雨量50至100毫米 重慶北部及四川綿陽及成都、湖北襄陽、 河南駐馬店及鶴壁、岸廢浮陽等地則為120至191毫米 喂喂,看完米酒住,記得like、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